好,這段是跟大家說明 cshop 學習筆記 part 6 創建 class 物件 使用 class 物件 教學網址貼在 YouTube 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音面 齒輪播放速度條 1.25 可以加速觀看 別忘了點擊一下訂閱按鈕 訂閱一下這個教學頻道 謝謝 那就是直接到步驟 打開 Visual Studio 建立新專案 然後使用這個主控台應用程式 那個 class 好,建立 那個存在 用這個 sample 建立 好,那接下來 建立完之後 專案這個 專案 這個名稱空間 或者是命名空間這個 這個 滑鼠右鍵 加入 點擊這個類別這個 好,這一個 類別 它的副檔名是.cs 就是那個 用那個字好了,it class 這樣 好,新增完 那現在 敲方法 pub 一個 沒有返回值 去那一份 這個 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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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樣 那個方法跟變數 加個1好了 定義一個字串類型的變數 主控台那個DOS視窗形式 那個電印結果 打印一行結果 那這個地方字串插補 好 那午餐 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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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ggram這個主入口 我們盡量把它擺在第一個 像你後面增加了一些物件等等的這樣子 你在點的時候那個順序才不會去弄錯 比較容易識別 那接下來是定義一個物件 或者是創建一個物件 吃點東西 使用 使用 自信 好 午餐吃米飯 ok 第二個 Poggram 沒有返回子 Pizza Pizza Pizeza Pizza 1 Pizza NASA 點Write 這個地方用那個 字串 這兩個字我的老字 是插補 插補 字串插補 字串插補 這邊看一下這邊有一個 那個 綠色的 蚯蚓線 這是還沒有使用 就是說你定義了一個變數 或者是定義了一個那個 對定義了一個 反正你定義了一個東西之後 沒有使用它 的話就會爆那個綠色的蚯蚓線 所以要是定義的 這個地方 OK 好 Eat 點 好這個地方 披薩 那這個地方我敲一下那個註解 剛開始學csharp 建議大家要key一下註解 三撇斜線 總染大綱 說明class 是做什麼用的有什麼用途 這串是定義一個沒有返回值的方法 定義一個用來存放自串的變數 在主控台豆子模式打印結果 就是這個主控台這個豆子模式 將結果打印出來 定義一個沒有返回值的方法 定義一個用來存放自串的變數 在主控台那個豆子模式打印結果 創建 因為這個我等一下縮小的話有沒有 這個會很長 所以說我這個註解是打在上面 創建一個物件 用來存放 it something 裡面的代碼 使用 使用 it something 物件裡面的 lice方法 使用it something 物件裡面 pizza方法 縮小 然後向下拉 認識 認識代碼內的專有名詞 訪問全線 就是這個public 是公開的意思 它是可以給外部訪問 那還有一個public 那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 假設你不會念 你copy到那個翻譯 你一定要會念這個單字 你一定要會念這個單字 這在前面 這一點 我在每一篇的教學都會 都會補這個連結啊 就是說你那個單字突然不會 你就是點進去這裡 然後點那個google的那個網 網址 那個 那個左下角這裡 這個自然發音法 你一定要會念 public 還有一個private 私人 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差異 我把它敲成 private 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馬上爆紅色球影線警告 這是一個錯誤 這個地方 好 那我把這個地方移過來這裡 那個註解掉 縮小一點 這個外面不能釣用 這個外面不能釣用 但是 這個private 是給 private 是給那個內部釣用的 是給那個內部釣用的 讓大家看一下差異 在那邊 那個外面放出 然後我們把這個外面放出 然後我們把這個外面放出 我們把這個外面放出 是在这个class内部调用 那这个public是给外部 外面的 就可以调用 但是我这个里面 调用他这个的 过来 然后在外部又使用这个 这样子 你把那个 代码稍微这样提一下有个印象就好 因为这个 物件导向这一部分是 很难的 在学习上是非常的难 刚开始就是跟着这样key 你把这个流程 稍微的 有个印象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 资串插谱 就是这个符号 那这在后面的时候会 跟大家解说 跟那个 站位符有什么差异 后面文章会解说 原则上 刚开始你就是跟着key 这样子 好这个我后面会解说 在后面的文章 我就跟着key就好 专有名词在前面的教学跟后面的教学 我一再强调 专有名词 你要知道一下这个叫什么 接下来是这个是怎么用 这样子 那这个叫做 资串插谱 好 那接下来是 必须要知道 快键 那这个F1 它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 打开 msdn 帮助文档 你按下F1 在这个关键字上 按下F1 它会自动的打开msdn 像这个msdn叫什么 叫做帮助文档 它里面有这个的 解释跟范例 这个是会很常用到 刚开始学的时候一定很常用到 好那我现在换这个void 还换这个 其他的 像这个 在这上面按快键F1 这是会很常的用到 好 好这个地方要知道一下 这个F1快键是打开 就是这边的这个键 键盘上的这个 那个左上角 打开msdn 帮助文档 你就这个 滑鼠 点到这个 关键字上 F1 就可以打开 帮助文档 这个一定要知道 因为很常用到 刚开始学的时候 很常用到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篇的重点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串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请拿一下这个笔记 因为这个 非常的难 超难的 那个 刚开始那个要拿笔记记录 然后 忘记了这个 他什么意思还是怎么用 赶快翻起来 多翻几次 就知道 那个 他的那个用法 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 CLASS 这个跟着这边 那个超一下 了解 创建物件 纳算代码 左边跟右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符号 等于这个符号的 左边 跟右边 跟右边是什么意思 物件 CLASS 是做什么用的 有什么用途 他是用来分类的 就是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你现在 就是刚才创了这个物件 这个CLASS 他是 做什么用的 分类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叫类 或是叫类别 他有那个 比如经常在使用的这个 主控台 他就是属于主控台那个显示的那个类 是这个 他是一个类 那我里面使用的是这个方法 只是 将结果 打印在那个DOS模式 那个那一行 还有文件类 那个绘图类 等等的 这样子 那我这边 把它称作是物件 因为我很久以前 学的时候是 那个CLASS 就是叫物件 那正规的叫法 应该是叫类 或者是类别 这样子 好 那 接下来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指示代码 不执行 你把这一串抄一下 这一串 那接下来用红笔 写一下 只是代码不执行是指这个 他是不执行的 他只是代码 然后这个是 当你定义了一个物件 这个地方可以叫做定义一个物件 或者是宣告一个物件 声明一个物件 或者是叫做创建一个物件 一个物件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创建的物件 才能执行 你就写一下 没有关系 你自己刚开始一定听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到底是什么 你那个 把这个记录一下 每次一看到这个 把笔记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 那个看起来就知道这个到底在说什么意思 好 然后这个 itclass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你创建的这个 不是这个 吃这个物件 这个是吃这个物件 这个 就是这个 他这边 只是一个代码而已 这一串 他只是代码 他是不执行的 那是什么在负责执行呢 是你创建的物件 你创造出来的物件 定义出来的物件 他是负责执行的 好 这是左边的部分 那我现在说明一下右边的部分 右边的部分叫做初始化 初始化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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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会相同的名称 这个是隐藏的 他会内建 这个叫做内建一个相同名称的方法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像这两串有没有 是你要用 你要使用的时候 他才会出现 你要使用 但是这个初始化不是 是你一创建马上调用 这个叫做初始化 他很像什么 他很像这个 他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建了一个整数 这样子 但是你是负一个零给他初始化 他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你一个自串 一个自串 但是我给他空 什么都不输入 只是一个初始值 这个叫做初始化 一个是整数的初始化 一个是自串的初始化 就这样子 好 那我这个地方 注解掉 注解掉 好 就执行这串了 让大家看一下结果 他马上执行 午饭吃米饭 有没有 他是执行这串 这个是内建隐藏的 内建隐藏的 他是直接内建隐藏 这个叫做初始化 是看不到的 你要使用初始化 那你就要key出来 你假设你要使用的话 那你就key出来 你不使用的话 他就内建 他预设是内建 那个相同 跟你那个 创建的这个物件 相同名称 相同名称的一个方法 相同名称的一个方法 他的作用叫做初始化 好 那我再解释一下 意思就是将it class里面的代码给it something 再重复说明一次 这个只是代码 他不执行 当你创建了一个物件 或者是叫定义一个物件之后 他把这里面的代码 给 这个 复制也可以这样复制 或者是给 这个it something 你创建的物件 就是说这一串 你写的这一串的代码 你写的这一串的代码 直接复制一份 或者是叫做给 到你创建的物件里面 这是左边的意思 那右边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初始化 叫做初始化 他会 内建他会创建一个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class一模一样的方法 但是里面是什么代码都没有的 他就是内建一个 那个 一个 这个物件 相同名称的方法 但是里面是什么代码都没有 所以叫做初始化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那这个 eat something.rise 方法 看作是动词 是有动作的 eat something.pizza 方法 eat something.pizza 方法是用来执行的 方法 其实就是用来执行的 是用来执行 eat something.pizza 方法 其实就是用来执行的 是用来执行 tubink tubink 公开 访问前线 好 那个 再复一下 这个就是访问前线 他的那个专有名词 他的用途 好 好 然后 方法里面的变数是用来存放资料 存 储存数据 好 那再复习一次 这个 左边的 这个叫做代码 只是代码 是负责执行 这个才是负责执行 他是把这里面的代码 copy一份给 或者是给到这里面 你创建的物件里面 那这个是 初始化 单纯的初始化 的 那个执行初始化 那个方法 那这个是负责执行的 他是执行哪里呢 执行这个物件 里面的rise方法 这个叫做动词 你把它理解成那个英语里面的动词 他是有动作的 他是有动作的 他是负责执行的 执行什么 执行这一串 方法 所谓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动词 方法 方法 把它看作是一个动词 他是有动作的 他是用来执行的 变数 方法里面的变数是什么 比如像这个字串 这个变数 他是用来储存资料的 他是用来存放资料的 跟或者是储存数据 这三个 你要区分一下 去区分开来 这是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 会有这三个东西 物件 方法 变数 他这三个的区分 你要把它记一下 这是物件 这是物件 然后这个方法 是动词 这个物件是代码 把这个代码给你创作 创建的那个物件 然后他 给过来之后 谁执行 方法执行 方法执行 那里面的变数 是用来存放资料的 你总不能 你要动作 你要执行什么动作 你要 掉那个资料嘛 比如说这个里面空 你没有资料 你就不知道 午餐吃什么 你总不能空吧 没有错 我现在要吃 吃午餐 午餐吃什么 要有东西啊 你要有 比如说你是 吃米啊 或者是 面啊 还是披萨 那个东西就是数据 这样子 就是那个资料 他是用来存放资料的 这个叫做变数 变数是用来存放资料 好 那这刚开始 你 这刚开始学 这没有办法 那个 但那个 可能搞不清楚 这到底这三个的差异 那没有关系 你就是 拿一个空白的笔记 把这样子一行一行的记 那当你用到物件的时候 忘记了 忘记了 你就把它拿起来翻一下 把这一个 再看一下 理解一下 好 理解一下这一些的 然后当使用到方法的时候 原来方法是动词 的意思 他是有动作的 他是负责执行的 那方法里面的变数是什么 他是用来存放数据的 存放资料的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说明是有点长 因为刚开始学的时候 这一些东西是要 说明比较久一点 就是让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说明比较久 有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 抄写在这个笔记本上 这样子 然后你在key代码的时候 不知道意思或忘记 赶快把它翻一下看一下 这样子 好 那就说明到这 如果你要 抄内赞助 这个教学频道 在YouTube视频的注解这边 有一个抄内赞助连结 好 点击一下这个连结 到这个页面之后 那个 点击一下这个网址 或这个按钮 可以到欧富宝交易平台 好 到了欧富宝交易平台之后 点击一下这个 在这个 框框 可以输入金额 就是你要赞助的金额 200块或者300块 或500块 或1000块等 这边输入一下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填写寄送资料 到这个页面之后 红色的信号是必填 这边有红色信号 可以 第一个要输入的是 姓名 手机 跟你的email 好 输入完之后 这边地方打勾 他会直接的copy过来 好 将姓名手机跟 那个email copy过来 那备注的地方 你可以填写 也可以不用填写 这没有关系 留空没有关系 好 这个地方他记得打勾 我以阅读并了解 这个是服务条款 好这个一定要打勾 打勾之后点击 欧富宝付款去 然后接下来是选取付款平台 呃 他这边提供了信用卡 欧富宝账号 跟 欧富宝账户跟 那个atm 一个是网路atm跟atm 贵员机 还有一个那个 超商代码 他提供了五种的付款方式 好 选择一种方便的付款方式 ok后点击一下下一步 那接下来会跳到那个 一个页面 那大家在做后续的处理 是这样子 好 好 谢谢大家 支持LimakChang教学频道 好 ok